课是8月11号,已经建合了好几个礼拜 感觉好像三个礼拜了 所以其实中间的时间,大家希望各位可以把前面的课程分别至少要熟练 尤其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像资料形态里面最重要是串列,串列的处理 甚至是二维串列,串列串在串列里面 另外就是字典,像杰森你要截取的话,通常都放在字典里面 然后再去抓看,你要抓Value,把Value抓回来 上次上课的话,我们主要的重点就是抓取CSV 因为一般的话,目前来看,如果人家要跟你共享资料的时候 大部分用CSV会比较popular,因为其实主要跟... 跟eSale有点关系,因为这资料其实在eSale开是绝对没问题 但是会有个问题,如果你的编码方式是UTU8的话 比如说你从Google下载的,它一定是UTU8 如果你给人家的话,那一定会是乱码 最简单的方法,你可以用记事本令存称ANSRI 其实ANSRI就是CP950,那就不会是乱码了,可能要注意一下 其他的话,我们怎么去把CSV的档案从人家的server上面把它抓下来 那会用到一个就是request这个套件 那这个套件主要是用它一个方法叫get get的话就是从那个server 那server当然24小时开着嘛,我会给你一个路径 你就把那个server上面的档案帮我抓下来 如果是server上面的档案用request,如果是你自己电脑的话呢 那用F等于open,用open的方法就可以打开了 然后呢,再来的话就是说,我们有比如说抓CSV CSV、CSV格式,另外的话怎么样把CSV再转为CSV 甚至颠倒过来了,其实那个证照考试也有考 如果再把CSV转成json,两边要互转 比如说今天如果人家跟你一般的user 你用CSV给他就ok,但是如果是工程师的话 那么工程师他会跟你叫json 因为json的话呢,他实际上就key value架构 如果用程式读进来的话,他会比较方便一些 所以不同人你可能要给不同的格式 这点可能要特别注意 另外的话还有xml 不过xml其中用的感觉好像越来越少的感觉 我刚讲CSV跟json可能是目前最行的两种格式 所以你至少这两个要会 那xml的话也可能会用到 像银行我发现蛮多也都会用xml 这个跟微软比较有关系 我发现微软蛮喜欢用xml 那其他的话呢,今天我们接着来看 所以待会因为时间不太够 所以今天的话呢,我们直接就跳到0604这边 也就是如果我今天就要爬取网路资料的话 该怎么做 那爬取网路资料特别注意 今天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套件 叫做beautiful shop 这个beautiful shop主要做什么用途呢? 特别注意哦 因为你会发现一个网页的架构啊 比如我们随便开一个网页啊 你会发现随便按右键啊 这边有个解释原始码 你任何网页上面按原始码 它就会出现有没有 它背后的东西 你会发现里面哇 里面奇奇怪怪一大堆东西 像这个Google的东西啊 它里面塞了很多的程式嘛 当然主要的架构啊 你们可能要注意到那个标签部分 那那个标签呢 主要这个网页太复杂了 也许我们可以找其他的比较 像Google的网页 它有些甚至保护 那里面的话 主要分成几个重点 第一个的话 如果我是建议啊 如果你实在是要抓那个网页上面的资料 如果你没有基础的话 我建议啦 你至少要学会什么叫HTML 为什么 因为网页的基本架构啊 就是用这个HTML 其实它的全称就是用语言啦 叫做Hypertext Mark of Language 实际上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标示语言 什么叫标示语言 就是用那种方式呢 呈现出你看到的这个网页结果 那背后长什么样 背后其实就是一串这些HTML的语言 那它的结构一定是什么 开头一定是这个 它的标签一定长这样 开头一定是小鱼 有没有 然后呢大鱼把它刮起来 里面的话呢 就是它的标签名称 叫ITML 意思是说我的网页开头在这里 那结束在哪里呢 结束一定在这里 那另外的话 它的什么头的部分有没有 这边一定会有个head head到head结束 body到body结束 你会发现一定有个头一个尾 那它有个固定规则 就是头跟尾 那为什么要知道这些 因为将来你的资料呢 就会藏在这个标签里面 所以呢如果你要抓哪个标签的 什么资料的话 特别只有1000 如果你没有Beautiful Shift的话 那非常麻烦 但是如果你有Beautiful Shift 然后你也知道标签 那你就知道说 你要该怎么去抓取你要的资料 好相对会比较简单 不然的话 每个网页 你假设按右键 检视原始码 像这个也在按右键 检视原始码 哇 里面的话就一大堆 有没有 像这个当然你要找 其实相当难找 所以我们可以用Beautiful Shift来完成 那首先的话 请各位先打开0604 然后呢 请各位看到上面 这一点 因为呢 我像大部分同学 应该没有 有学过吗 HTML CSS 网页 如果你没有这个基础的话 那就会有点比较麻烦一点 为什么 你可能有些概念 因为你网页结构不太清楚 你要抓就会 可能会不太知道说 到底抓哪一个会比较好 所以哦 如果你要成为一个爬窗高路之前 可能要先了解什么叫HTML 那这边其实哦 当然坊间有书籍 像那个隔壁街嘛 那个什么 重庆南路上面 电脑书 天龙书籍 其实也有卖的相关书籍 然后呢 或者是说呢 如果你不想花钱买书的话 这边有相关的 我是觉得这个网站 HTML基础 什么叫做HTML 这边有详细的说明 所以如果说你实在是对HTML 不太熟的话 回去可能再花一点时间吧 因为我们主力不是在跟你讲 什么叫HTML 但是你还是要得知道 那你将来再来学习 我觉得你会比较知道说 你要爬什么 就很快可以爬下来 成为一个很厉害的爬窗高手 OK 像前一期 我发现有些同学蛮厉害的 甚至去爬什么 爬那个 订房网站 比如说Agoda 跟hotel.com 比如说 这比较大的两个订房网站 然后爬完之后 两边做比较 对吧 看哪一边的价钱 它的定价规则等等的 那问题你要先撈这些资料 你要先把资料撈下来 你才有办法做比较嘛 或者是说啦 这可能 我觉得订房网站有点太复杂了 比如那个汇率好了 像全台湾大概 大概几十家银行嘛 那哪一家的汇率 哎 比如我今天要买美元 到底相差多少 你可不可以帮我排序一下 或者想要买人民币 人民币怎么排序 或者如果全部都要买哪一家 比较便宜 OK 等等啦 相关资料 那当然你就需要什么 把各个银行的 汇率全部抓回来 甚至更不要说股票啦 股票资料 期货资料 哎 每天都一大堆 甚至呢 这个汇率呢 也不是只有台湾有汇率 台湾银啊 全世界的银行都有汇率啊 那你是不是可以也抓 比如说抓美国的资料 有没有 甚至其实有汇差 还有时间差了 差 timing可能 甚至差个几秒钟的话 这些中间就有个利差了嘛 对不对 那是不是说 或者你可以抓到一个规则 对不对 可以抓全世界的相关资料 那这样的话 其实就可以 这个整理出一些规范 那首先什么叫HTML 底下的话 这边有啦 一个头一个尾 这个当然我讲过一个头 这个里面叫content 所以其实 BeautifulShip 它最重要 就要抓里面的content 然后呢 用什么方式去抓 用底下的这个方式element 也就是透过它这个元素的名称 去抓它里面的资料 就是BeautifulShip最厉害的地方 你那一想说 那VPA不是也可以吗 我们可以讲 因为VPA里面没有BeautifulShip 所以是也可以 但是很多地方 就是少了一点什么东西 OK 所以以目前来看 我们爬虫的经验 好像还是Python的扩充性 比较强 因为它里面可以做很多的扩充 但是VPA在这部分的扩充能力上面 相对比较弱 除非说有一个VPA的外挂 就是BeautifulShip 那也可以直接 就在VPA里面用 但目前 我是没特别去找啦 不过应该也是有 只是说 开放程度没有像Python这么强 因为本身Python就是一个开放的环境 那VPA因为是付费软体 所以它不是开放的 OK 那底下的话有这些 也许你们有时间的话可以稍微看一下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我蛮推荐这个 叫做W3School 这个网站里面有更多东西 有HTML 什么叫HTML等等的 这相关的 甚至HTML 还有最新的HTML5 5里面的话还有哪一些东西 有没有相关说明 甚至如果你这边的相关资料 假如是教程的部分全部都看完之后 它这边甚至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开始学习 有没有 学习完之后 你底下还有参考手册等等的 你看这边有开始学习 有没有 这边一步一步 它一个一个下一节下一节下一节 但它缺点也就是说它是 这个简体的环境 可以提供给各位参考 那另外的话呢 甚至它这边还有什么 它这边好像有个测验 考完HTML 你看完之后 开始学习 最后这边有个开始测验 测验的话 甚至有没有 它这边有开始测验 它有一些什么 练习题 HTML是指什么 其实就是这个 hypertest markup language 下一题 它就是一个测验 这个web标准谁制定的 围缓吗 但不是啊 它其实就是这个 W3C的这个一个联盟 OK 一个联盟 下一题 如果以后呢 你们做完之后 看完来测验看看 如果你每一题都对的话 表示你对HTML真的有一点了解了 那没办法 因为你如果对HTML语言不了解的话 那你要爬网路之要 那就会是个大问题 OK 所以这一点可能要特别注意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底下这个范例 在第二页的地方 这个beautiful super爬虫基础 那以前的话是先找一个网页去直接爬 里面 那特别注意啊 开头三个三个三个那个双领套 结束三个双领套 意思就是把中间的这些内容 塞到HTML这个变数里面 OK 整个全部放进去 那也就是说 模拟 我们今天已经把某个网页抓下来 抓到哪里 抓到这个HTML的这串变数里面 那再来的话 特别注意 底下我们要抓取什么 抓取资料的话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把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的那个Hello World 全部抓下来的话 该怎么做 那其实你会发现 你们等一下可以做个练习 网页怎么做出来 一 最早是这样 HTML到HL 你Ctrl C一下 二 请你怎么样 把这个里面找到那个记事本 复权用程式里面的记事本 然后把它直接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 什么都不用改 这样一定要记得 HTML开头 HTML结束 另存新档一下 然后把它存在桌面上面 名称的话 也许我们叫做 也许我们这边取一个名称 好了 比如说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叫Test好了 OK 然后后面的话就别说 名称叫Test 副档名记得 把它改成所有档案 后面自己加一个副档名称 点HTML 或HTML都可以 我们把它改成HTML 然后按一个存档 那存档之后的话 我把它这个就可以关掉了 那你会发现在我们桌面上面 这边就有个网页 如果你把这个网页点开 它预示好像是用IE打开来 它会问你用什么开 我们用Chrome开好了 确定一下 你会发现 这里面就会出现什么 好了 我的IE 你讲说 老师那刚刚的东西在哪里 跟各位讲 特别注意 背后的东西如果你要看到的话 你按滑鼠右键 这边有个什么呢 滑鼠右键有个-4原始码 这个原始码 也就是说 以后我们要看到的东西 它其实背后的语言是长这样 它会有个规范 按什么规范呢 那我怎么知道说 到底将来秀出来会长什么样 特别注意 将来主要这个head不会显示 因为head是放在它里面的相关设定 头的部分 在网页上如果没有上面的那个title 就看不到 主要是这个 所以你会发现body里面 会有三个东西 Hello World 1 2 3 那P是什么呢 P就是段落 也就是会有三个段落 那三个段落呢 里面放了Hello World 1 2 3 那你把它打开 所以你把它存档之后 有没有 你会发现 这边的话就会显示出 Hello World 1 2 3 那想说老师段落 这不是两个换行吗 不一样 段落跟换行不同 什么叫换行 特别说 如果说那你如果要改的话 其实以后可以把这边改成 可以把它改成BR 不是P 是BR的话就换行 那换行的话实际上就是两个 这两行就会连在一起了 OK 如果你想要试的话 其实可以这样 按右键 再用开启档案 再用记事本 或者其他编辑器来开 然后可以把它做修改一下 比如说如果你要改 假设你要做修改 那我可能一律用这个 那比如说我这边 就不要用P好了 比如说我这边的话 把它改成一个叫BR 有大小写没关 BR 然后把它储存一下 诶 储存哦 我本来这边是一个P 鞋键P把它改BR 然后改完之后呢 储存档案 你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这个P可能要拿掉 把它储存一下 把它握一下 这个档 把它开起来 然后再把它重新整理 或者还有个方法 直接把它拖拉进来 让它跑出来 按右键检视原始码 BR 放行 段落 那可能这个地方也要把它改 那可能这个地方也要把它改 这个可能要把它拿掉 这边也是一样 好 那这个地方我想请各位先试试看 如果说你将来 希望 至少你要了解一下 把它储存一下 然后再把它重新整理 原始码 重新整理一下 有没有 有没有 你会发现 它之间的关系 本来是换一段 现在变成换一行 那行跟行之间的距离就很近 断跟断之间就会比较宽一点点 OK 当然你也可以在这里面稍微小改一下 里面其实蛮多 可以改一下 然后呢 那个语言始码 变动之后 你会发现里面的网页就会不一样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那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我刚刚讲的内容是放在那个 我们的0604的第二页里面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 OK